订阅关心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礼去经》它有讲 如来说有五脏 一 这很重要 以后人家问你 你为什么修秘宗 修其他禅宗也很棒 你都不可以说人家不好 都要说很棒 尤其是你看他这个修行根基不稳 道心不稳的 他好不容易去念佛也好 去禅修也好 你都不要动他的 动摇他的心 都不要动乱他的心 好 你好好修 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怎么都不说自己的法门很好 我们法门也很好 你在你那里好好修就好 那我去你们道场好不好 也不必 你在你们那里好好修就好了 他在他们那里好好修就好 你不要把他拉过来 拉过来为什么 他的师父心里会难过 第二个他这里跑那里跑 这里跑那里跑 跑道场跑习惯 福分都跑掉了 在大圆满前行讲过 一直跑道场的 那是一种修行的猎项 因为他过去都没有一个 善知识好好跟随 好像今天 比如说有的父亲很早往生 他就到处拜第二个义父 又拜第三个干爹这样 跑跑跑 结果他爸爸一大堆 哪一个是亲生依众的爸爸没有 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大圆满前行会这么记载 这是一种猎项 就是说你赶快帮助他可以安住一门深入 然后呢 就是讲 这个一 精脏乳牛乳 就是我们的精部的法门 我们在到这个藏传佛教的寺院 像我们主持旧格七千法王的 密勒大慈寺 它就有一个甘珠殿 甘珠殿是什么 甘珠殿是什么 就是我们武侠片常常看到的什么 藏经格 对不对 藏经格其实是念错 藏经格 就是那一个格 那一个金柜 那一个金殿是全部放大藏经的 大藏经 序藏经 叫做甘珠殿 甘珠殿 甘珠殿 我们祖师旧格法王的他的这个法体 还有很多的设立 现在就在这个密勒大慈寺的甘珠殿 就是供在那边 第二 滤藏乳酪 乳酪的酪 书酪的酪 就是大藏经 显布的这个经典已经是像牛奶一样 就是很香醇 它可以恢复人的这种体力 但是呢 滤藏 它就是如若 像如若一样 那论藏呢 就精滤论 论藏如生疏 你四勒 般若藏 波罗蜜多是第一异地的法门 波罗藏如什么呢 首苏 第五 陀罗尼藏 讲这个密圣 如醍醐 大波罗尔经讲的 金刚密圣的陀罗尼 咒语 种词 它就像醍醐一样 我们听过醍醐灌顶了 是不是 经典又讲 醍醐之味 汝落等中最为第一 所有的汝落里面最为第一就是醍醐 我是照经文一字不漏念给大家听的 经典都这么说 他讲了他后面还有没有讲呢 汝落等中最为第一 能除诸病令诸有情身心安乐 所以你看念这个大悲咒 千手千言 无碍大悲心托罗尼的人 能治八万四千种病 你看这精神病 很发疯的 对不对 癌症的 中风的 中风念到好的 在座不用做见证 有忧郁症念到没有 忧郁症睡不着念到睡得着的 这个比比皆是 它可以疗愈身心很多的这种病痛 可以得到身心安乐 在这里还诸解西天多用 醍醐疗病 托罗尼者 就是说常常 西天的主 这个西天祖国 古印度 常常会用 这个密咒来疗治 众生身心的疾病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